佛告诉你啊 可是你就要来修行啊 他就觉得说生死无常啊 那么这个叫做明基明印啊 就是你这辈子也没修 可是不知不觉 就会觉得说 想要厌离生死 想要追求修道这件事情 那么不见不闻 非觉非知 事物明明义了 没有佛在家旨里你也没看到啊 菩萨来指引你你也不知道啊 可是不见不闻 非觉非知叫做明义了 这个叫做法身义 法身义的话简单说 厌生死啊 厌离生死啊 想要求解脱啊 这就是属于法身的义啦 或者是我们不知不觉啊 我们就会来行善啊 或者是来学佛啊 这都是有这个法身来帮助我们的 下面说硬生硬是显硬 法身硬是明硬 硬生硬就是说 如果没有硬化身来让你们看啊 比如说有的人说 哎呀我就是乞机车啊 看着神祖菩萨把我救啊 对不对 不然我去伯伯 在伯伯 帮我帮他吃啊 对不对 不然阿弥陀了 叫他来来吃鬼衣啊 对不对 有的人是会有这种人啊 那个叫做硬生硬 硬生硬就是说 明显的看到佛菩萨告诉你 指引你说啊你该出家了啊你该皈依了啊 你要去受戒了啊你要去哪个道场啊 有的人会有这种情形啊 那么这个是属于硬生的显硬啦 硬化身那个是很明显的得到三宝的啊 这个加持的啊 那么法身硬是明显 如果法身加持的话呢 那么我们感受不到 可是呢 我们慢慢呢 验身死 想要求智慧 想要求解脱 那这就法身加持了 法身加持你啊 那如果说我们这辈子也没有在修 可是突然会觉得说 人生很无常 或者是想要怎么样 那个也是属于法身硬啊 第二个明姬显异 明姬显异就是说 过去执善而明姬已成 那么过去生有种植善根啊 所以我们明姬已经成就了 过去的姬啊 我们做善 然后变得执佛文法现前获益 视为显益 那么过去生有种善根 所以这辈子啊 能够见到佛 听到佛法 现前获益 视为显益 比如说过去生有修的 所以这辈子能够见到佛 现身获得利益啦 比如说 如佛初出世 最诸得度之人 现在何成修行 诸佛造其树基 自往度之 比如说佛头刚出世 就是刚成佛的时候 刚成佛的时候 最初得到这个乔承辱啊 乔承辱是外道啊 那么佛就去度他啊 现在何成修行 那时候佛都还没有成佛 他们也不知道在修什么嘛 对不对 那么他这辈子也没有修啊 可是因为过去生有修啊 诸佛造其树基 自往度之 那么佛啊 照见他素式的根基啊 那么前往去度他 就像乔承辱啊 他是外道 那么或者是像这个 在佛经里面有一个 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杀人999 杀了999个人 因为他学外道 然后外道的老师啊 就给他乱教 想让他杀了999人 因为他跟外道老师学啊 然后外道的这个师母啊 看到这个央觉摩罗很喜欢他 可是央觉摩罗说 你是师母啊 我是学生的 不可以 所以他师母就不高兴回来就跟他的老师说 说那个央觉摩罗啊 要欺负我 就诬陷他 然后那个央觉摩罗啊 他跟他的外道老师学的时候啊 他很尊重他的老师 他以为他的老师善之士 所以老师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么那个师母就诬陷他以后啊 那个他的老师啊 就不高兴 说你自我的学生 还要有非分之想 想对师母如何如何啊 所以啊 就害他就说 啊你现在啊 你想要修道啊 就要去杀人啊 杀人以后啊 你就把他的拇指啊 还是拿一个手指啊 剁下来 然后就把他穿成项链 你要杀一千个人啊 你就可以成道 这个央觉摩罗 他也是很 也是很 很听他老师的话 就杀人 杀了999个人 都把他的手指头啊 剁下来 然后最后 到一千人的时候 还差一个人 释迦摩尼佛就知道说 他的姻缘已经到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去度他 然后央觉摩罗一看说 哇 现在查一个 刚刚自己来 刚好 想说要去杀释迦摩尼佛 然后可是他 释迦摩尼佛有神通啊 他追不上 又杀不到 后来释迦摩尼佛就调服他 后来他就证阿罗汉国 所以这里就是说 他这辈子都是杀人啊 可是为什么杀人 他还证阿罗汉国 杀了999个 还证阿罗汉国 这个叫做明基显义啊 这辈子就没修 但是因为过去生有修 阿释迦摩尼佛就去度他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啊 这辈子又没有再修 可是呢 就梦到什么 遇到灾难啊 菩萨来救他啊 对不对 或者是感应什么啊 所以叫做明基显应 就这辈子没有修啦 但是术士有修啦 所以叫明基显应 第三个险基显义 险基显义就是说 我们现在身口精勤不屑 而能敢降 道场理探 能敢凌锐 险基就是说 我们现在身啊 很努力的来修身口义啊 精勤不屑 精进的努力 不懈怠 而能敢降 而能敢的诸佛三宝 垂慈降临啊 道场理探 能敢凌锐 我们在道场里面拜佛 忏悔 能够感受到佛菩萨 看到佛像 见到光 见到花 因为这辈子 努力修行嘛 就像我们这个 世民尊者啊 他努力修行啊 拜大悲叉啊 看到观世音菩萨 给他灌顶啊 对不对 有的人啊 礼佛啊 见到这个 这个佛菩萨来加持啊 有的人啊 诵经啊 见到补贤菩萨啊 成六崖白相啊 等等啊 这辈子能努力修 所以看到了 或者是有人一辈子 努力念佛 灵命中啊 见到这个 饱翻饱盖满空盘 对不对 见到金台啦 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 那么叫做 显姬显益 第四个 显姬明义 如人虽一世勤苦啊 献善浓机 而不显感 明有其力 就好像我们人啊 虽然一辈子 很努力的修行 很勤劳 很辛苦的修行 然后献善浓机 献善的善 修得非常的深厚 累积也非常的深厚 而不显感 明有其力 那么但是呢 却从来都不看到 佛菩萨的感应 都没有 那么努力修 甚至我们念佛 念一辈子念到死 也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真的啊 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说 这个下辈的众生啊 灵命中 命中啊 梦见阿弥陀佛 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什么叫梦见阿弥陀佛啊 就是说啊 我们这辈子 有的人啊 修行很努力啊 三年前啊 他就知道阿弥陀佛会来 有的人三个月以前知道 有的人一个礼拜以前 有的人啊 七天以前 那也有人说到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来了 所以我要去极乐世界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念到死也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就我们说我们去祝念的时候啊 就有人说 你有我的阿弥陀佛吗 都没有啊 很多很多都没有看到 那在无量寿经里面说 这个下辈的众生啊 那到灵命中以前 断气以前都没有看到 那么梦见阿弥陀佛 那么也可以往生级的世界 什么叫梦见啊 就是说我们的断气以后 就像在做梦一样 断气以后才见到阿弥陀佛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下次再讲 就是说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啊 这辈子通通念佛念佛 都没有看到感觉 但是我们不要灰心 你要念到死 你不要死就会看到阿弥陀佛 你不要说没死就会了 对啊 不要说 啊怎么都没有见到佛 没有见到阿弥陀佛 要念到往生以后 睡着就如同在梦里面 就会能够梦见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到人家断气以后 其实都在做梦了 如果依照无量寿经 他现在等起来 虽然不心跳不呼吸 就是在做梦了 如果他做好梦以后 嘴巴就会合起来 甚至有的人会笑 有的人脸色会变红润 对不对 如果梦到不好的话 嘴巴会张开 脸色会变难看 会相应 就表示说 他灵命中以后 断气以后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经论里面说 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 会把过去从小到大一生的经历 就像演电影这样 重复再演一遍 在演一遍的时候 他如果在那边忧伤痛苦的时候 那么死人的脸就会很难看 如果他有在念佛的话 灵命中在梦里面 阿弥陀佛就会现前 那就会变好看 所以为什么死人会变脸 会变好看 嘴巴会合起来 眼睛会闭起来 会笑 身体会柔软 那表示说 他已经梦到阿弥陀佛 就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在表面上是没有得到 看到什么好现象也没有 所以叫做显积明义 而不显感 但是明有其力 虽然没有很显著的感受到佛菩萨 但是暗中他有他的利益 所以说若解释益 一切低头举手 福不虚弃 终日无感 终日无悔 我们如果知道说 这四种有他的不同的差别 那么我们举手低头 那么这些福报都没有虚妄 也会浪费 白白浪费 终日无感 终日无悔 终日修行 没有感应到佛菩萨 可是我们也终日没有后悔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佛菩萨 他是没有虚妄 三宝的加持 虽然不明显 但是暗中是有的 虽然没有感应到 但是也没有后悔 比较说 刚刚说我们念佛 没有见到佛 也不能后悔 一直要念到往生以后 那么我们在梦里面 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所以要了解一切的 这个善热因果夜报 绝对没有虚妄 我们修行没有白费 那么念佛也是一样 绝对能够得到 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色寿 那个剩下我们下次再讲 我们来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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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页这里问说 如果是修善的话 应该要报应 不虚妄 为什么有的人很辛苦的修行 完全没有去课证 那么所以说有这个 这个明基明印 显基明印等等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261页 所以上次讲到 这个261页 第二行最下面 说若解释益 一切低头举手 福不虚弃 终日无感 终日无回忆 那么如果了解说 我们得到的感应 或者是学佛 断乐修善的利益 那么有时候是明显的 有时候是不明显的 那么这个利益 一定都是有的 所以说一切低头举手 福不虚弃 就是说乃至一低头 一低头一举手 那么这个福报呢 绝对没有虚妄 终日无感 终日无回忆 虽然我们没有明显的 得到佛不上的感应 或者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利益 但是呢 终日无悔 就是要了解说 知道说一切的善恶呢 一定有它的果报 那么现在虽然没有 很明显的感受到 甚至呢 虽然做善 但是呢 却没有办法得到好处 但是我们还是会相信 但是我们还是会相信 所以终日无感 终日无悔 没有后悔的心 不会说我觉得我做善 不值得 我做好事 没有好报 没有这种想法 所以没有后悔的心 接下来这一段说 问或有一生修善 现迎恶报 终日照恶 目睹急仓者何 那么有的人呢 一生修善业 但是呢 现身呢 迎恶报 迎就是缠绕了 就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修行 都在修行 但是而且是修善法呢 但是呢 他现世呢 却得到这个恶报 就是不好的果报 有人呢 终日照恶 目睹急仓者何 那么有的人 他整天呢 都在照恶业 可是看他 看起来他很吉祥 很顺利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 既然善恶有果报 为什么有的人呢 修善的人得恶报 照恶的人呢 就得这个好报 回答说 月通三世 伸手不定 又通三报 后伯相请 就是说我们月利啊 是通于三世的 不是说我们这辈子修善 一定就能够现在 得到这个好报 有过去 现在未来 那么有的人呢 现在虽然造恶 可是他却得到福报 也许是过去的福报所至啦 所以说 月通三世伸手不定 那么有的比较生疏的 有的比较成熟的 那么所以他成熟的时机内不一定 又通三报后伯相请 三报就是现报 现世得到的报 或者是生报 就是来生得果报 或者是后报 就不是来生可能百生千生以后啦 所以这个报也有通三个报 后伯相请 就是说如果善得比较厚 福报比较厚的话 那么福报先得啦 那么如果是恶报比较重 恶报先得啦 所以厚薄也不一样 相请就是说 如果福报大的话 当然恶报就没有限 或者是恶报大的话 福报也还没有限 比如说有的人修善 但是因为过去恶报很重 所以现在先呢 受这个恶报 还有的人呢 虽然造恶 但是他可能过去福报很够 他现在先得这个福报 所以厚薄相请 接下来说西天第十九祖 纠摩罗多 这个禅宗祖师啊 第十九代的祖师 叫做纠摩罗多 他说纠摩罗多云 全身修功德 而自强半功 有少破坏故回心修恶行 这句话就是说 有的人是全身啊 他修很多的功德 而自呢 强半功 自就是说 他修行修道呢 强就是超过啦 超过半功就是半身之功啊 比如说他过去生都在修功德 那么他达到了怎样呢 强就是超过了 超过了一半了 半世以上呢 的功德都是在修善 所以叫做 儿自强半功 就是说 这个呢 有的人过去啊 他是修功德 啊 那么他修了多久呢 他智就是达到了 达到了 强就是超过 超过了半身的功德 半身以上啊 半辈子以上都是在修善 修功德 然后呢 有少破坏故回心修恶行 后来啊 半身都在修善 修功德啊 后来有稍微有一点破坏啊 啊 这个善业又没有了 回心修恶行啊 那么呢 因为过去刚开始是修了善 修了超过半辈子以上 那么后来稍微有点破坏啊 所以又来修恶行啊 那么下面说 这个是他的情形啊 有的人修善一辈子 然后来呢 没有修善 修恶啊 那么罪业少功德 易死先受福 那么因为罪业修的比较少啊 半辈子以上都在修功德 所以呢 易死先受福 等到他死了以后啊 下辈子他先受福报 先受福报 正受快乐时新世得安乐 正受快乐时新世得安乐 忽降 朱衰脑 其家见残破 因为他上辈子啊 半辈子以上都在修福报 所以呢 后来修一点二月 二月比较少 少于功德 所以呢 他死了以后啊 下辈子先受福报 那么正受快乐时新世得安乐 那么前半辈子在受快乐的时候 好像很安乐 忽然呢 就降诸衰脑 其家见残破 后来呢 意思就是说 先乐后苦啦 后来呢 就遇到种种的这些衰败 烦恼 其家见残破 他的家渐渐呢 就呢 有这个破坏 成彼先恶业 相续至于此 非是今修福而遭失恶报 那么因为成着过去造的恶业啊 所以呢 今天才会 好像前辈子在做好事 结果后辈子在受苦受恶报 那么这个揪摩罗多 他意思就是说 是因为他以前啊 上辈子都是 前半辈子都是在修善 后来就造恶 所以他这辈子啊 前半辈子啊 都在受乐 那么因为过去做善的习性啊 受乐啊 他也是会做善 可是因为后来有造恶啊 所以后半辈子的时候啊 成彼先恶业相续至于此 就是说 因为过去的恶业啊 所以今天你会看到说 他在做善业 这个人也不错 可是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灾难 这些不好 因为他可能呢 后半辈子做的恶业 所以导致呢 这辈子呢 刚开始受乐 后来就受苦了 所以相续至于此 非是今修复而造是恶报 并不是说他这辈子啊 都在修复 他却得到这个恶报 那么呢 就是因为他过去上辈子的时候啊 后来呢 先修善 后来造恶 所以这辈子啊 先受乐 后来就受苦啊 所以呢 并不是说他做了福报 然后结果又受了恶果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接下来说 又曰 前世做恶业 其罪强办公 就是说有的人啊 他是前辈子做恶业 做很多 他的罪业呢 强就是超过 参过办公 就是半辈子的功德啊 半辈子的功行啊 都是在做恶业 超过半辈子以上 那么表示说 他做罪比较多啦 一生当中啊 一半以上都是在做恶业啦 所以其罪强办公啊 那么呼吁智者而教修复德 后来啊 造了半辈子的业以后 做恶业以后啊 忽然遇到一个有智慧的人 而笑修福德 叫他修福报啊 阿笑修功德啊 福德虽修以 其善未过比 功德少于罪 亦死生贫穷 那么后来他听到有人叫他修福德 福德虽然修了 但是因为上半辈子造很多恶业啦 其善未过比 就是说 后来下半辈子造的善业啊 没有办法超过上半辈子所做的恶业啊 所以其善未过比 未过比这个罪业啊 功德少于罪 亦死生贫穷 那么因为啊 后半辈子才造善业嘛 所以功德是比这个罪业少啊 所以呢 亦死生贫穷 那么他后来死了以后 也生在贫穷之家啦 因为上半辈子都是造恶业 然后造恶业的习气啊 然后心不敬信佛 意不重三宝 因为上辈子修善修很少啦 恶业造很多 那么生出来以后啊 是很贫穷 而且啊 心又不相信佛 可能之前啊 信佛的时间很短 那么因为过去罪业的习性啊 所以这辈子也不相信佛 亦不重三宝 也不尊重三宝 如是过伴 以其家贱富有 那么知生多才博 成比先善业 相续至于此 那么等到他这辈子受的果报啊 过了半辈子以后 超过一半以后 那么虽然他很贫穷 然后他也不相信三宝 也不相信佛法 可是因为过去后来有修善 所以过半以后啊 就是说 等到过了半辈子以后啊 他家里渐渐富有 渐渐有钱啊 知生多才博 那么资生的这些呢 契聚啊 财物啊 这个衣钵啊 很多啊 成比先善业相续至于此 那么成者他过去啊 所做的善业 过去生是先修二 后修善 所以这辈子啊 刚开始也是很贫穷 而且不信三宝 可是过了半辈子以后啊 他就福报变大 然后呢 这些财富就充足了 那么就是因为他过去啊 成比先善业 相续至于此 那么是因为他过去 生所做的善业 所以才能够得到 现在这个福报 非是经作恶 而遭私善报 不是说他这辈子啊 不信三宝啊 那么不恭敬 这个佛法啊 所以今天又变得很有钱 不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他过去 是诚心修过了啊 所以不是说今天做恶业 然后却得到这个好的善报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啊 这个揪摩罗多他说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看起来 这个人他现在做恶业 然后却得到好报 就是说 他过去虽然做到很多的恶事 可是后来修善 那么因为做恶做很多 所以这辈子呢 也不信佛 刚开始也很贫穷 可是后来呢 就变得有钱了 那并不是说 因为他这辈子做坏事 而却得到好报 那么有的人呢 是这辈子啊 刚开始有修行啊 做善事 可是后来呢 果报却不好 那么呢 那个是因为他过去 也有在做善 但是后来又做恶 所以这辈子得到这个果报 并不是说他这辈子啊 这么努力修善做好事 却得到不好的果报 不是这样子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辈子今天 这辈子所受的是过去所做的 那么现在所做的当然就将来所受 那么所以叶是通于三世的 再来说论云 论云啊 这个262页 第五行下面啊 三个字 他说论云啊 我今疾苦皆由过去 今生修复报在当来 啊 所以论里面说啊 我今天为什么会受到疾病痛苦 这是因为我过去的啊 过去所做的啊 那么今生我虽然修复啊 那么可是因为过去有业啊 所以还在受苦啊 那么今天修复啊 不会今生修复也没有白费 报在当来 他的果报在将来 所以不能说啊 他这辈子修复啊 结果他很修行啊 结果为什么疾病啊 痛苦啊 日子不好过 那么这是因为他过去 所造的二业 所以今天受苦了 那么今天修善了 报在当来 那么反过来说啊 有的人这辈子做二业 可是为什么得好果报 这个果报是因为他过去的因缘 所以他得福报 可是今天他造二呢 他的果报在将来呢 也会有 也会受到这个果报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做善业呢 没有白费 那么做二业一定会受果报 下面说 若见喜杀长寿 好失贫穷 能性失言不生邪见 如果我们看到 有的人喜欢杀生 他却很长寿 有的人好不失 可是他很贫穷 可是他很贫穷 那么呢 能性失言不生邪见 如果能相信啊 前面所说的这些话 我们今天长寿是因为过去 所造的善业 并不是因为他很会补 很会吃 现在人以为说啊 像有钱人啊 他们也很会补啊 很会杀身 很会吃啊 然后看到他长寿 我们就以为说 他就是吃的比较好啊 他吃的比较补啊 那吃的东西比较多啊 那么呢 所以他长寿 实际上呢 是因为呢 他过去的这个福报 那么今天他这辈子啊 为了 为了寿命啊 所以杀啦 吃啦 那么这些都有果报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人家 喜欢杀身 可是他寿命却很长寿 因为我们佛经里面说 杀身者的短命报嘛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 有的人一辈子在造杀业 他也是很有钱啊 他也没有短命啊 那么呢 这应该知道 就是他过去的福报了 或者是有的人好施贫穷 这辈子很喜欢布施 可是却很贫穷啊 能信施言不生邪见 那么如果我们相信 说这个善恶果报 它是通于三世的 那么这辈子布施的果报 在将来会变得有福报 这辈子喜欢杀身 在将来呢 也会变得短命 受这个善恶到报 所以呢 不要看到表面说 啊这个人杀身 为什么长寿 这个人布施 为什么贫穷 所以如果能够相信这个话呢 不生邪见 不会生起这邪见 若不劫持 幽悔私利 如果不了解这个夜报 通于三世的关系的话 我们就会幽悔 我们在那边幽期 或者是后悔 幽期就是说 为什么做善还得这么不好的果报 为什么我也有皈依 我有持戒 我有做善事 为什么我们家里面呢 就不顺利 那么甚至产生后悔说 后悔当初不如不要这样做 有的人说啊 为什么我学佛以后 那么这个事情很多 这个业障很多 那么或者是我受戒以后业障很多 烦恼很多 后悔当初不如 不要学佛啊 或者是不要这个持戒啦 那么这个叫做悔啦 若不劫持的话 如果不了解这个夜报是三世的话 一定会忧愁啦 后悔 然后失礼 失去呢 不了解这个真理 不相信这个因果的真理 为图宫上记善恶无真 因为呢 后悔 所以不相信真理 所以就说呢 图宫上记 善恶无真 浪费我修这些功德 白费我花这些心思 记就是心记 我们说 没猜我在那边修那些功德 没猜我花那么多的心血 来学佛 结果呢 善恶无真 善根本没有善报嘛 恶也没有恶报嘛 照恶业的人都很快活啊 我们老实的人啊 都很可怜啊 对不对 那有人就说 哦 咱很吃亏的呢 哦 我们很笨 然后人家偷鸡摸狗的啊 那做坏事的人呢 却那么好过啊 就会这样想 说善恶没有果报啊 所以说 但修善之时一心不退 既不间断福果常心啊 所以我们修善的时候啊 要知道说善恶果报是通于三世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啊 痛苦啊逆境啊 就觉得说啊没有善恶果报 或者是说啊佛法说的因果是没有的 啊这些呢做善都是白费的啊 那么才不会这样想啊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的话就修善的时候一心不退 我们做的一丝一好的功德绝对不会浪费了啊 所以刚刚说这个一举手一低头啊都有功德 既不间断福果常心 如果我们修善的话 能够不间断 相续不断的做善 修功德的话 我们这个福果常心 我们福德的果报啊 永远永远就不会间断 常心就是说 能够永远一直存在 我们继续修善 不会说福报受完了就没有了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修 一直不断修这个福德呢 才会一直不断的增加 那么一直不断的不间断 常心就是一直存在 不会刚开始有福德后来没福德了 就像刚才前面那个揪摩罗多说的 刚刚半辈子修善后来不相信 就作恶了 作恶以后将来呢 刚开始得福报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后来作恶了嘛 那如果我们能够不间断一直修的话 这个福果常心 这个福德啊 果报将来一定会继续存在的 所以呢 子律中土自生遮障 势达贤士小施子焉 我们只怕说我们中土的时候啊 修善修到一半 修行修到半路的时候啊 自生遮障 自己生起那个遮止障碍 自己遮蔽自己的证件啊 障碍自己的修行啊 就是说我们修善以后起后悔心啊 或觉得说啊 为什么人家作恶的人能够得好报 那么因此怀疑这个善恶果报 或者是怀疑我们修行的功德 自己产生了这个遮止的障碍 只怕我们半路呢 自己也障碍自己啦 障碍了自己 试达贤士小施子焉 那如果我们见识通达的这些贤人啊 这些人士啊 那么应该要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道理 就像我们说 我们念佛的人啊 我们既然相信念佛往生极的世界 希望能够相续不断 不要半途啊 觉得说啊 我这样修会往生吗 我这样修有用吗 那自己障碍自己啦 所以希望这个见识通达的闲人啊 这些大德啊 能够了解这个意思 千万不要看到 表面上呢 有人作恶得好报 或者作善得苦报 然后呢 就否定了三世的这个善恶因果 再来263页说 问呢 恶能言善则获起而浮情 善能排恶则账消而道现 这先讲说这个善恶 恶呢 如果生起了能够掩盖善法 恶念啊 恶业如果生起的时候啊 就会掩盖我们这些善行善念 则获起而浮情 那么如果恶业掩盖了善业的话 我们这个获起啊 灾祸就起来了 我们有个成语说 获起消墙嘛 对不对 消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墙 墙门里面啊 突然就起了灾祸了啊 那么呢 祸起啊 而浮情啊 灾祸升起了 那么我们如果恶业啊 掩盖了我们的善行的话 我们不知不觉啊 这个祸 灾祸就会升起 福报就会倾倒啊 就会消失了啊 那么善能排二者 葬销而道歉 那我们善行善念呢 能够呢排止呢 驱除啊 这些恶念恶行啊 那么如果我们以善念呢 去排遣驱除这些恶念恶行的话 那么我们葬销而道歉 当我们业葬销的时候 烦恼葬销的时候 报葬销的时候 愿销三葬啊 这三葬都销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道立 道行就能够显露出来啦 意思就是说善恶都有这样的功能啊 恶有眼善的功能 善有排恶的功能 那么都有这样的功能啊 是没有错 那下面就是他的问题啊 何乃或有重生积善反受余殃 即销良五帝归平三宝 一朝困闭 全无灵诱者和 举世嫌疑啊 请销余智啊 他的问话就是说 既然呢 恶能够遮止善法 那么善呢 又能够去除恶业 这样呢 俘获呢 就有一种互相对峙的功能啊 那么何乃就是说 为什么 为何呢 乃有这些人呢 或有重生积善反受余殃 有的人呢 一生都是在积善法 那么结果呢 受到这些摘殃 受到种种的这些摘殃 那么余殃就是说 其他的这些摘殃啊 照说应该积善要有 这个好的果报 为什么他受到这种种的摘殃 即销梁武帝归平三宝 一朝困闭 全无灵诱者和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 梁武帝他姓销嘛 所以就是销梁 销梁的五帝啊 梁武帝啊 他是归平三宝 那么一朝困闭 就是说他最后当皇帝 当到最后的时候 梁武帝啊 一辈子啊 做很多的功德啊 甚至他自己都要舍王位 要出家好几次 三四次都这样子 然后他又做 见了很多的佛事 度了很多的出家种 然后呢 弘扬了佛法 梁武帝在位48年 那么他兴盛的这个南朝 我们是魏晶南北朝 梁武帝是属于南朝 南方的 南方的佛法 所以这个达末祖师 一来的时候就到南朝 这个梁武帝这边啊 梁武帝说 一生啊 度身无数啊 见世很多啊 那么也没有功德 那么那个达末祖师 跟他说没功德 所以呢 就不相应 没有赞叹他啦 所以梁武帝不相应 不相应这个达末祖师 就一尾渡江啊 他传说了 用一个芦苇就渡过长江 到北朝去了 所以在少林寺啊 面壁啊 好几年啊 就是因为啊 就是因为啊 跟梁武帝说话 不能契 契合啊 想说 南朝这个人啊 这个梁武帝啊 听说他是 皈依三宝的 学佛的 所以呢 就跟他来说说话 跟他讲佛法 结果不相应 所以呢 这个达末祖师 就一尾渡江去了 就到北朝去了 就到北朝去了 所谓的南北朝 大概就是以长江为界线吧 北朝的呢 就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了 那么这个梁武帝啊 他归平三宝啊 造很多的佛寺啊 度很多众 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这个侯景叛乱 他被这个叛乱以后啦 饿死 饿死了 他的梁朝也被人家灭掉 他的国家被灭掉 然后他自己又饿死 饿死 所以叫做一朝困闭 一辈子啊 都在行善 然后又归一三宝 又做这些弘扬佛法的事 立一三宝的事情 他为什么呢 到最后的时候啊 饿死了 一朝困闭 就是说 他的国家都灭了 国也灭了 家也灭了 人也死了 饿死了 啊 那么全无灵诱者 为什么完全都没有一点呢 啊 这个佛补